菩萨若有人来 启发 成会也认 不启发成会也认 世民菩萨不逼恼人 别人逼恼我们 让人 我们绝不避恼别人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绝不要伤害别人 别人伤害我 原谅他 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做 没有人教他了 或者有人教他 他烦恼太重 业障习气太深 虽有人教 他没有办法修 这从哪里看 要从根本上看 习性的根本 不是本性 他不孝父母 不尊重 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 这人可怜呢 佛经上常讲 可怜民者 对可怜民者 就不能计较 计较什么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对他计较 你要原谅他 他这个夜深所造的行业 古宝则山土 所以 真正明白人 有在心 有智慧的人 肯定是 黎民这些众子 他对我 做出严重的伤害 我也不会给他计较 或者说 这个人 受过教育 学佛学得很好啊 讲经说法 听众都赞叹 他要发了脾气 拳打叫低 这怎么解释 虽然他学得很好 他没有根 他没有本 那你就得原谅他 说得再好 没有根 没有本 境界现前 还是容易冲动 还是容易发作 根深低谷的 他能承受得了 没有根 修的时间再求 他再用功 斤斤不斜 都很难 应付 外面境界的 诱惑 能在外面境界的 真正 不起心 不动力 心如知水 这个人 道也 几乎成就了 你要是明白 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才知道 孤身鲜血 祝福菩萨 为什么那么重视 根本的 修 我们现在人都认为 这个无所谓 弟子归 学到干什么 小孩的事情 学不学没关系 我们学五界十三 可是 五界十三学了很多年 一条都没做到 不是不想学 真想学 就是做不到 这什么原因 没根 无界十三 无界十三 的根本 就是 弟子归 跟感应 而我们对于 根本 确实 没有意愿 去修学 叫好高 护远 我们眼睛 看得顶尖 下头 无根 这个不能 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 就不写 把这个故事 补起来 事出世间 一切法 大根 大本 孝敬 这两个字 敬业三福 头两句 孝阳父母 奉死死长 这两句话 讲一百个小时 都讲不完 摄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尖叫 没离开 这两个字 他做到了 他能说 能叫 我们没有做到 教学 没人来给你修 道理就这次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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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